接着来看一连的创办人林毅守高龄81岁了 不过最近就传出他过去未完成的梦 他还想要卷土重来 就是并购唐融 其实本身他们本来就已经是钢铁大厂了 那么唐融同样也是钢铁厂 在先前就曾经想要并购 但是失败 但是他虽然平时工作很忙 身体也不太好 但是对于这个事情似乎一直没有放弃 据老几啊 这周刊爆料 一连集团有意在明年唐融的董事改选上面 夺下超过三分之一的董事席次 但是这要达多少钱呢 预估可能要直接狂洒19亿元 一大世界每年跨年 盛大学办烟火秀是钢铁大王的得意之作 一连集团旗下还有一手大学 一大医院等 一连集团创办人林毅守 在钢铁本业则有持续扩展的野心 最早在2008年出手收购唐融 但是多次挑战都遭到公平会党下 如今又决定重启并购案 周刊爆料 一连集团旗下叶辉叶联 目标在明年唐融的董事改选 夺下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席次 判能强化在董事会的影响力 倘若要提高持股至少要斥资十九亿元 钢铁是国家要发展 钢铁可以带动很大的这种产业的发展 摊开唐融大股东名单 包括经济部中钢等 合计持有唐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半公股势力不愿放手 看到国内三大不锈钢厂 唐融位居第三 随着排行第二的华兴力华不断壮大 一连集团力拼保住龙头的宝座 如果能够跟唐融联手 当然一起打世界杯成功的机会就更高 主要还是担心 就是公平会对于市场定价的一个问题 独占或寡占的疑虑 那会影响到市场定价的公平性 林一首被称作男霸天 也是善于圆梦的企业家 出身贫困农家的他 小时不曾上学 从卖部再投身建筑业 后来立足钢铁业 公司曾面临财务危机 负债超过六百亿元 在五十多岁还罹患肝癌 患肝以后 林一首没有放弃 搬身逆袭 版图横跨教育 医疗观光等集团的年营收上千亿 八十一岁的林一首 传出在唐融的并购案 要卷土重来 成了钢铁巨人的最后一波 三立新闻 林书贤李文科 特别不错 这准备